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感谢主,马可福音终于到了最后一课,每一卷书真是一场残酷的属灵的战争,我们感谢神,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我们做一些总结,然后我们讲马可福音最后一课,马可福音15章33节到16章20节,过去一个学期吧, 我们一直在讲马可福音,从创世纪出来到了马可福音,其实一直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会反复地搅扰我们,搅扰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开篇的地方呢,算是一点问答与回应吧。 大体上困扰我们的大约是四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总是要联系政治事件,比如说你为什么总是要联系香港,看了就反感,已经快忍不住了,已经忍不住的状况已经发生了。 这个问题呢,我回答在讲章上,我这里就不说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讲章,现在我的讲到视频下面都连接着相关的讲章。 当然我可以在这里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凭什么,偏偏要反对联系政治事件和香港的,这才是真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第二个问题,圣经有一句话说,这个清晨啊,给朋友祝福的就是咒诅他。 所以现在我这个清晨一般都会受到骂我的人,骂我的来信,我都很喜乐,骂得很难听,骂我的话我就不重复了。 最近接到骂我的话也跟这个马克福音有关,就是说呢,这应该是来自一个传道人的吧。 说你讲这个香港的事是属地的事,我们教会只关心属天的事。 这不仅是一个牧师给我的来信啊,传道人啊,平信徒也是这样的,骂得更惨。 我一般不怎么回信的啊,像这类问题,我已经讲清楚了。 但这个我还是回了一下啊,我说呢,能不能麻烦你啊,把你这些年,牧会啊,信基督,你所理解的啊,或者你所经历的属天的事,列举几样啊,让咱们尝尝。 实陈大海,诸陈大海,没有回音哪。 如果这个问题啊,在我们当中也存在,那你来告诉我,香港的事是属地的事,你所谓属天的事是什么? 举一两件,我尝尝,我学一学啊。 我能想象得出啊,他们讲的属天的事是哪几样? 我就不举例了。 所以的结论啊,我总结一下也很简单。 他们所讲的属天的事,第一呢,就是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所讲的巴比伦啊,你要升到天上去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 神说,我要把你拉下来。不就是肉身成道那点破事吗?不就是关起门来修行吗? 你能修到哪去呢?你修的呢,不是基督教。 所以他们讲的天,就是巴比伦的天。 第二,他们讲的天就是佛教的西天。 这些败类是想上西天啊,就是人拦阻他们。 上西天就是关起门来,到西天去取经喽。 不用上西天啊,我们的人从天上下来了。 我们的神不仅从天上下来了,他升上天以后还怎么说啊? 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 不仅如此啊,他升上去以后怎么样? 赐圣灵去哪里啊? 赐圣灵下来啊? 你去西天,你这跟上帝食之交臂啊? 上帝往你这来,你跑了。 你这个不孝之子啊。 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啊,降临在地上啊。 主导文说,愿你的国降临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 这些败类你们信的是基督教吗? 这些骗子啊。 所以他们要上西天啊。 但是呢,我们的神啊,来到地上。 这是道成肉身的真理。 第三呢,他们讲的天啊,其实就是妖动。 因为恐惧要躲着那妖动,或者无聊至极,互相踩踏的阴间嘛。 但是这些这个问题啊,一直在激发我一个感慨,那就是, 其实多年来啊,几十年来,几百年来, 我们这个基督教形成一种自发的,自动的,周延的一种防卫机制,避险机制。 那就是我们可以用极为属灵的高调,瞬间完成自我保护。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假的,令人发指的基督教。 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他听到我今天的讲道啊, 这些牧师们,十八个牧师,还是十几个牧师们,给我来封信, 给我尝一尝,分享一下,你天上的事是什么。 我也受受教育。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在这里回答完毕。 第三个问题,那就是香港人不是基督徒,他们居然唱《荣光归于香港》,应该荣光归于上帝嘛。 听到这些我和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呀,人家讲的多么的属灵啊。 我只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是的,荣光一定归于上帝,但上帝的荣光也充满会目。 更重要的是,你说的荣光归于上帝,你说的荣光是什么呀? 什么荣光归于上帝啊? 你说的荣光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光啊? 如果是的话,你拿什么归给上帝啊? 这些假的令人发指的基督徒啊。 这个问题我也回了,我说你去查主耶稣讲的一个特别有名的比喻,好撒玛利亚人。 两个问题你来回答我啊,第一个问题,好撒玛利亚人是不是基督徒啊? 第二,好撒玛利亚人帮助的,抢救的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啊?都不是啊。 好撒玛利亚人的信仰状况还不如香港人呢? 香港人还有几十万人,几万人在唱哈利路亚赞美主啊。 撒玛利亚人的信仰,哎呦,那比港台人的信仰更不堪啊。 上帝看你的标签嘛,你以为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主啊主啊,你就能得救吗?不能。 撒玛利亚人帮助的那位更不是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能因为啊,他不是基督徒,我们就心安理得呢?不能啊。 你能不能对一个被强奸的人说,哎呦,你是不是基督徒啊?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白白了。 你会这样吗? 神说行公义好怜悯,阔不指针对基督徒啊。 这些半调子充斥着我们的教会啊。 我讲香港人,我从来没有认为香港人都是所谓的基督徒。 我有两个原因,第一当然是公义。 我们这个世代,看见了有人被强奸,我们站在他们那边。 第二,有的时候啊,圣经啊,上帝啊,借着外邦人的义,羞辱我们啊。 今天早上起来,我确实看见我们这里一位弟兄在网上留言,我很感动啊。 他说我不如香港人,我不配,我也不如香港那些女人,我们都是这样子的。 你有什么资格,这个基督教啊,你有什么资格藐视香港人啊? 你也配啊。 我说句比较极端的话,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不配责备文士和法利塞人。 虽然文士和法利塞人当被咒诅。 约翰福音第八章,文士和法利塞人听见圣经上的话,就羞愧的一个一个人都离开了。 你会吗? 第二,华人街基督徒不配责备奋锐党人,更不配责备香港的河里飞的人, 包括所谓的叫什么呀,奋勇啊,还是勇武啊,你也不配。 一个懦夫怎么配去责备一些壮士呢? 第三,我们基督徒更不配责备香港人。 香港人当然需要进一步的福音化,但是神使用这些人。 我们与其说香港人不是基督徒,没有我们更存正,更属天,更属灵。 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那好啊,我们讲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我没有让你去学香港人不是基督徒啊。 我让你从香港人那里学习谦卑,学习我们更像基督徒啊。 这个逻辑很难理解吗? 这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讲香港人正像在马可福音当中。 我们在马可福音当中,我们看见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平信徒,女人甚至外邦人都比十一个,十二个使徒更有信心,更爱主。 是不是啊? 那上帝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件呢? 上帝为什么允许香港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这个世代呢? 你如果真的相信上帝在所有事情当中掌权,那你就要恐惧战兢。 主啊,我们要谦卑了。 教会不要再打着属灵的高调,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 香港人都有资格说,荣耀归于香港,我们基督徒有什么资格说,主啊,荣耀归于你。 我们没有荣耀可以归给神啊。 福音讲到这个程度,圣经讲到这个地步。 哎,挺好。 我们讲的是真理,我们讲的真的是圣经。 大家可以放心,可以平安。 我们如今真的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平安。 今天早上讲的安慰周应。 就是我们三年来,我们拼命地去传福音。 现在到一个阶段了,我们可以稍微修整一下,不要急了,不要勉强谁来教会。 我们过了那个阶段,我们的小小的教会坚持好,我们就是胜利。 我们有更大的事情,我们有更大的和尚。 我从未如此平安和坦然。 感谢神,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我们在不断地回归圣经。 有些土财主,传过一段时间就不要再传了。 你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剁去脚下的尘土。 有一些人不要再把圣物扔给猪狗了。 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得以自由,应该喜乐。 不要背我们不需要背的重担。 我们很快就要进入下一站,一定有更伟大的见证在等着我们。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包括到现在,每周都有喜训传来。 最近一年,神也以奇迹般的方式让我们教会经历了想象不到的一场又一场的洗礼。 但是实际上,我们一周,我都在经历不同地方的洗礼。 感谢神,祂的国度在扩张,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最后一个问题。 有人说,你讲的这个道理,翻阅你以前两三年的讲道,好像有点矛盾啊。 个别的地方,前后有些矛盾。 我都回答有两点。 第一,没有矛盾,是因为你不懂神整权的真理。 第二,即使矛盾又如何呀? 你不要见恋欣喜,矛盾怎么了? 摩西也前后矛盾,说去又不去了嘛。 施洗约翰有前后矛盾嘛。 开始的时候说,这是神的羔羊,神的除去世人罪孽的。 回头就派人去问耶稣,你是不是啊? 彼得更前后矛盾,刚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回头就否认耶稣。 我们不过世人,我矛盾没关系,我有错没关系。 就是饶恕呗,我不就是个人嘛,你不要看我,好不好。 那么我们有所谓的矛盾说明了什么呀? 说明了我们在真理一天一天的在成长。 这不是我们的悲剧,这是我们的长进。 还有一点,最大的悲剧不在于我矛盾,最大的悲剧是你有了矛盾, 为了捍卫你自己,你宁愿弯曲圣经来保证你的荣耀,你就有祸了。 在我们未来的学习当中,我们还是会调整我们以前有一些说法没有周全的地方。 今天我们要讲马可福音最后一课,求主打来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少更少的出偏差更多更多的忠于主的话语。 马可福音最后一章,讲的是死而复活的真理。 刚才我提到的四个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彻底的解决这些假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回归复活的真理。 只有回归复活的真理,那些你自欺欺人的那些道理,就自动的瓦解了。 说白了就是怕嘛。 死而复活,复活的真理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含义啊? 主要是两大真理啊。 第一,复活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把我们带入永生的盼望。 第二,因为永生的盼望,我们就胜过了 魔鬼的权势和死亡的恐惧。 我们靠什么胜过魔鬼的权势和死亡的恐惧呢? 靠福音或者我今天要讲的新方言。 这段道理写在马可福音十路上最后七节经文当中。 9月15日,香港百万人再一次震动了世界。 其实见证的也是这些真理,如果我们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好的,求神感动我们。 让我们把刚才这些真理,借着主的复活更充分的见证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结构。 左边,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最后一个单元,可以分成四个部分。 其实是主耶稣的四大事件,我们经常背诵《使徒信经》。 我们都谈到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祂升天,坐在全能复上帝的右边。 是吧,都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可以分成左边,分成四个部分。 祂的受死,祂的埋葬,祂的复活,祂的升天。 很清楚四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都交织着主耶稣的这个事件,受死这个事件,埋葬这个事件,复活这个事件, 升天这个事件,和人的关系,我们上个主就谈到了。 十字架和我们的关系,这里我们谈到耶稣这个四大事件和人的关系。 和人的关系呢,一次谈到了跟男人的关系,女人的关系。 前三个都谈到了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男人再长,女人再长。 然后呢,我们很诧异的看到最后一段,女人退出去了,只剩下男人。 主耶稣差遣男人干什么去,最后七节经文, 与魔鬼、蛇和有毒的物争战。 这是第四个单元的一个,最后一个单元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用创世纪的道理来讲,一句话,上帝在基督里造男造女。 很清楚吗?造出什么样的男人?造出和亚当不一样的男人。 造出什么样的女人?造出和夏娃不一样的女人。 夏娃是什么样的女人?夏娃是想当男人的女人。 亚当是什么样的男人?亚当是想当女人的男人。 然后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四个单元里面,特别到最后一幕, 真是可以是热泪盈眶。 就是整个马可福音十五章在零,十三节经文。 我们看到了这个十二十足这些可怜的男人。 裸奔的裸奔,背叛的背叛,逃跑的逃跑,否认的否认。 害怕的害怕,最后一幕是正在那个关起门了,在妖洞里面也好,就说悲哀哭泣。 那么到了最后一步,发现这些男人,哎呀,大踏步的向前,直奔魔鬼的世界。 你还要什么神迹?太伟大的这个神迹。 就这些软体动物,这些懦弱,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人,怎么变成了大丈夫呢? 借着主的复活。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整个马可福音最后这个单元,讲的是在基督里面, 从心造难造女。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造难造女。 太美好的这个经文。 然后把亚当和夏娃那个悲剧彻底地翻转了。 女人呢? 女人伟大在哪里? 大家如果看受死、埋葬、复活这个三段经文, 你会发现女人羞辱了我们男人。 一些男人都跑了。 在受死、埋葬、复活当中,主要是女人在场。 但问题在这里啊,这些女性啊,无论她们跟耶稣个人的关系, 还是她们跟使徒的关系,更因为她们和这三大事件作为第一见证人的关系, 她们有无限的可能性,比夏娃有更多的可能性,请来做男人,对不对? 做女牧师,对不对? 但是到了第十五和二十节。 女人不见了。 在基督里的女人真是美啊。 所以我们就说,在基督的复活当中,一个全新的人类诞生了。 这是复活的基督在这地上不断要做的工作,今天仍然在做。 但是呢,马可福音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讲马可福音训言的时候,我谈到了,马可福音按照最古老的版本, 按照人家主流相声界,我说这个。 基督教主流的学者们都认为马可福音停在十六章第八节, 后面都不要了,后面没有,后面是外来添加的。 这个可以说是现在神学界的共识。 没有疑问。 所以严肃的,我最早给大家推荐的几本参考书, 都是截止在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八节。 那么后来这块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在二三世纪已经出现了。 有的版本是这样,把它放进去,是补充进来的。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对马可福音十六章九到二十节, 就是外加的这一块,教会有两种极端的态度。 第一种,改革宗加尔文主义是恨之入骨。 大家如果去看,我以前给大家推荐过美国改革宗建议会的那个老牧师, 那他就是咬牙切齿的,就恨死了。 为什么要狗尾虚雕,加这么一块东西干什么? 我要告诉大家,他们为什么恨这一块。 这当然我个人研究的结论。 因为马可福音最后九到二十章这段经文非常充分地否定了加尔文主义的教义。 至少有两块是否定的,一个就是,你们往普天下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 马可福音那个万民可不是万民啊。 你们翻到那个和和门圣经,阔湖和和门怎么注视的? 一切受造之物,吓死人呐。 一切受造之物,你知道改革宗怎么为他们的双头预定论做辩护的? 怎么做的辩护? 他们说圣经当中的万民不是万民,是很多人的意思。 双头预定论就是,上帝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救,一部分人下地狱嘛,对吗? 但是马可福音这节经文彻底否定了他们这个想法,对不对啊? 主耶稣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干什么? 给所有受造的都要传福音。 你就不要再讲很多人了,连受造的,所有被造的都要传。 会不会包括动物,我不知道,咱们先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讲。 但是它肯定包括所有的人了吧。 那如果包括所有的人,双头预定论就完全没有道理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看有一个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啊。 现在这个主流基督教受洗不会得救的,不一定得救啊。 受洗是个外在的形式,这是他们的观点。 可是马可福音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才能得救。 又麻烦了。 这是第一个啊,就是改革宗的,不愿意接受这段。 是马可福音,所以他们不讲。 他们认为圣经不包括这一块。 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我以前提醒过大家,这不是我矫情啊。 就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多处是讨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多处是深受灵恩派和改革宗影响的。 这就是一个一例,太明显了,对不对啊? 那明明是受灶,你凭什么翻译成万民呢? 你为什么呀?谁给你的胆呢? 而且你和合物理还著名的是受灶之物,这是其有此理。 这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鸡汤教有多么的可怕。 另外一块,另外一个极端,灵恩派。 灵恩派爱死这段经文了。 为什么爱死这段经文呢? 因为他们喜欢讲方言。 但是在福音书里面根本找不到方言这个词。 只有马可福音16章,主耶稣提到了个方言。 当然我们的主提到的是新方言。 所以他们如获至宝,不仅提到了方言,有神迹,有医治。 这段经文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灵恩派和改革宗在这个问题上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大道执行,持守中道吧。 如果我们把马可福音最后那个16章9到20节去掉, 这个单元可以包括三大事件,受死、埋葬、复活。 那么埋葬呢,就位于事件的中心了。 埋葬那里面出现了一个人物呢,叫约瑟。 我这样讲,大家知道为什么? 前两次讲到我谈到了两个交叉结构。 第一个交叉结构的中心是彼得,记得吧。 第二个交叉结构的中心是西门。 第三个交叉结构的中心是约瑟。 彼得因为政治恐惧三次否认主。 西门莫名其妙地被动为主背十字架,到了约瑟, 主动地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要耶稣的尸体。 你看见什么了? 我们看见了男人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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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在苏醒。 马可福音真是美极了。 那么这些事件围绕着一个概念就是, 所有这些事件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特别是借着受死。 百夫长说这真是神的儿子。 马可福音九次谈到了神的儿子。 第一章一节到了这个百夫长。 那么罗马书一章四节说, 凭什么说耶稣是神或者是神的儿子呢? 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复活首先为了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第二一个真理,罗马书八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犯信这个神的儿子的人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是神的儿子。 那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这是我们的属天的经历。 好的,现在我们来看每一段。 第一段,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 每一段呢,我在上面呢,都引用相关的经文告诉我们。 死亡的主题,我们与耶稣同死。 埋葬的主题,与耶稣同埋葬。 复活,与耶稣同复活。 生天我不敢说,耶稣同生天,还没到时候呢。 他生天要差遣我们进入世界。 好的,下面那些经文都是讲的同死同活的, 同死的这个概念。 正因为同死这个真理,所以耶稣死的时候讲了男人和女人的在场。 在场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与基督同死。 彼得是个很好的见证嘛,是不是? 其实彼得那一次真的死了。 是吧,他里面的老我跟主同时死了。 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呢,他又复活,他又重生吧。 从正午到深处遍地都黑暗。 马克福音到了这个十字架事件的时候,速度越来越慢。 一天一天一刻一刻的时间,告诉我们这是人类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刻。 中午黑暗。 看讲章,引用了大量的旧约的经文,告诉我们神的审判到了。 这是最接近这个语境的解释。 就是义和华的审判到了,就是正午变成黑暗。 上帝要审判整个人类。 但是接下来的好消息是,上帝愤怒的悲,他的烈火,他的审判,现在要覆盖到他儿子身上。 这个真理也让我们告别了我们读旧约经常遇到的难题。 是什么难题呢? 旧约有那么多残酷的战争,有那么多令人绝望的咒诅。 那现在都凝结在这一刻了,都归结到耶稣的身上。 伸出的时候,正午是12点,伸出是下午3点,三个小时。 耶稣大声喊着说,我不翻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圣经当中的一个难题。 就是主耶稣在这个上面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我们读的时候也读不太懂。 而且我们都熟悉所谓的实价七言,对不对? 但是马可福音只记载了实价一言,这很重要,重要在哪里? 就是马可福音认为这一句话,对马可福音所要强调的神学主题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神学主题有这么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刚才谈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在证明他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就是,我的神,我的神。 第三个概念是为什么离弃我? 我的神,我的神。 这句话为什么如此如此的重要? 39节。 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着断气,就是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其他福音主告诉我们,他得出这样一个伟大的任性,一个见证也好。 是因为他观摩了,经历了耶稣受难死亡整个的过程,所以觉得这不是一般人。 但是在马可福音这里,我认为他强调的就是,他就主要是根据耶稣的这个呼喊,他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为什么呢? 诸位有什么领受? 这句话怎么这么特别呢? 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在临终的时候喊的是我的神,我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为什么被处死?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对吧? 这是核心的问题了,那是基督是王,都是衍生出来的。 那比拉多也好,犹太人领袖也好,要处死他,就是他们认为耶稣在亵渎神,或者说耶稣在撒谎。 按照我们人的常理,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为他这样的一个弥天大谎,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十字架上仍然坚持原来的宣称呢? 如果你是个正常人的话,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真是。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就是如果我是个骗子啊,我都这样了。 我马上就要为我这个骗局去付出生命的代价了。 但到那个时候,我仍然宣称,我是神的儿子。 我的天哪。 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夫长是一个人类常识的推断,这个人可能真是神的儿子。 你说不然何必呢? 你说你为一个谎言吗,自己害得这么惨? 又是欺利子三,家破人亡,没有欺,也没有子。 我这个打个比方。 这是第二个我们能够领圣道的事实。 第三呢,就是百夫长肯定认为,按照一个正常人的这种状况,他现在不会叫我的神。 他会有两种反应。 第一,他会骂这个上帝,是不是? 他会咒诅上帝。 还有一个呢,他会咒诅所有定死他的人。 但是耶稣在这里面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提起我? 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 他在讲所有这些事件都是上帝的作为。 哎呀,这太难了。 他不把荣耀归香港,他也不把荣耀归给所有弄死他的人。 比拉多,西律,犹太人。 他说跟你们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极大的藐视。 当然更是一个诚实的宣告。 所以所有这一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告诉整个的人类, 这是上帝的作为。 跟你们没关系。 你以为你们有权弄死我吗? 不可能。 这是我父的作为。 所以看是平常。 你可以模仿一下你钉在十字架上,你会喊什么话? 你不会喊这种话的。 绝对不会的。 我们最多喊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嘛。 是中国万岁嘛。 起来嘛。 耶稣竟然在十字架上还认为所有这一切是上帝对他的作为。 他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了神。 这是第几个了。 好吧,你自己拍吧。 接下来还有一个道理。 就是你为什么离弃我。 一个方面他等于宣告你不应该离弃我, 因为我是无辜的。 我比约伯还无辜。 但是你离弃我一定有你的原因, 因为你是我的神。 我的神离弃我, 这里面有个巨大的矛盾嘛。 我的爸爸我离弃了, 怎么可能呢? 那一定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主耶稣呼喊给整个人类的。 我们要去想一想。 这是一个完全人性的耶稣。 完全的人。 他也等于代表整个人类呼喊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死。 一个是耶稣为什么会死, 第二,我们为什么会死。 耶稣为什么会死? 那答案很简单。 他是在背负整个人类的罪孽。 这种呼喊是呼喊整个人类去思想, 他凭什么死? 他是为我们死。 这个我们都懂,我就不说了。 第二,我觉得他也代表整个人类面对死亡在向上帝呼喊, 你为什么最后要杀死我们呢? 大家明白吗? 每一个人遇到危险和死亡, 你都会喊后面这句话, 你不一定喊我的神,我的神, 但是你会呼喊我为什么会死呢? 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人生的这种所有的苦难和绝境, 在死亡权势之下的那种终极的关切和焦虑, 集中的反映出来了。 每个地球人必须去思想, 上帝为什么弃绝我们? 我们的死,你正常死亡也一样, 上帝弃绝了你们。 为什么呢? 认罪悔改嘛,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嘛, 对不对? 但是最后还有一个道理啊, 就是耶稣这里面引用的是大卫诗篇, 诗篇二十二章第一节, 大卫的诗篇, 主耶稣是因为被称为犹太人的王而被定死的, 但是他在临终最后一刻引用大卫王的诗篇, 等于向整个定死他的人类宣告, 定死他的那些人宣告, 我仍然是犹太人的王。 嗯,深刻,就是这样了啊。 旁边站着的人, 有的听见说, 看哪,他叫以利亚呢, 这是希伯来文的误听,也可能故意的, 就是以罗伊,以罗伊那个希伯来文和以利亚很像, 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幻听还是故意回避, 我的神不知道啊。 有一个人跑去把海绵站来的醋绑在尾子上送给他喝, 说妾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 没有人有真正的同情心, 这个举动是为了羞辱, 可能是为了延长耶稣在此次架上供他们预乐的时间, 如如此类, 不管怎么样他让我们看见他们罪人不认识神。 别人的苦难, 他们当然不认为耶稣是神啊。 用我开篇之书的话来讲, 人家关心属天的事,就是属地的事吗? 别人的悲剧,别人的苦难跟我有什么关系? 除非可供我预乐一下。 三十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大声的喊叫。 为什么叫大声的喊叫? 上帝听不清楚吗?非得大声吗? 那当然不是。 大声的喊叫,给谁听?给我们听啊。 给我们整个人类听。 据思想主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气就我? 大声喊,这个词出现在马可福音一章四节,我如果没记错。 况也有人大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路。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马可福音记载的从头到尾, 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和仆人在呼喊人类,悔改,归向神的国。 耶稣的死导致了一个非常大的两大后果。 第一,三十八节,第二,三十九节。 我们可以把它平行结构,大家懂吗? 这是个时间概念,放一边。 耶稣呼喊,然后平行耶稣呼喊。 第一次耶稣的呼喊,仇敌罪人,不认他,侮辱他。 然后另外一拨人开始信他。 这是我们传福音永恒的两种状态。 我们讲出去了,有人恨死我们了。 有人因此不信了吗? 但原来他也不信。 另外呢,毕竟有人会信的。 不信的多,信的少啊。 三十八节的第一个,告诉我们,耶稣的死导致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电里的慢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希伯来书两次讲到这个真理,就是耶稣为罪人为我们开辟了通往至圣所的路。 至圣所的意思是什么? 原来有慢子把罪人跟上帝隔开。 现在耶稣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待死,让罪人与神和好。 这个我不展开说了,这也是基督教的常识。 没有别的,这不是什么灵异解释,这是已经写经了。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主的死的第一个伟大的后果,那就是仁与神的和好。 上帝悦纳了他的献祭。 第二个后果,借着他的这样独一无二的死亡,对面站的是百夫长,外邦人,罗马人。 他在这里也羞辱了犹太人,也羞辱了十一个使徒。 使徒们不在了吗?跑了吗? 他看见耶稣这样喊着断信,就是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道理我讲过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存在再次让基督徒谦卑。 很多的时候,外邦人比我们更讨神的喜悦。 马可福音尤其如此。 好的,我们翻到下面。 刚才是男人,现在在场的有女人,还有些女人远远的观看, 然后好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对吗? 这里面有三位女性。 然后这里面解释三位女性是什么人,为什么能到这里来。 好些妇女远远的观看。 其实先知说有一句话,说当这个世代罪恶累累的时候,特别当男人,到不像男人的时候, 上帝会兴起女人和孩子来管家和羞辱他们。 这就是很实在的一幕。 这些女人的在场啊,我相信以后这个马可、彼得、约翰、雅各这些人回头看这一幕一幕的时候,一定面红耳赤。 其实圣经记得这一句话,就在质问普天下的男人,你们在哪里啊? 真的是让我们羞愧难当啊。 在如此所谓白色恐怖的时候,大兵压境的时候,你们的老师哪怕你不相信她的复活, 在她受到凌辱被处死的时候,只有几个女人在那里。 而且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啊? 这个女人是我们的姐妹,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妻子。 那我们问一下,父母何在啊?父亲何在啊?儿子何在啊?丈夫何在啊? 再说说香港吧。 那个右眼被打下的女孩被打下的时候,男人何在啊? 男人正在向他们开炮。 然后有一个叫人不媚的牧师讲了这一幕,男人就跑了。 男人要去一个,人家才是路德宗的教会。 我们这个世代啊,又回到了这里。 摩大拉的玛利亚。 这是一位女性吧,应该没结婚吧,可以叫一个女孩吧。 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 有人认为就是主耶稣的玛利亚,也认为她是一个使徒的母亲。 这没关系啊,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她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这个雅各就是我们即将要学的雅各书的雅各。 这是我的领受。 撒罗米,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她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 那么这三个女人代表了所有女人的角色。 女孩,母亲和妻子,她们都在场。 我们主进入的是这样一个没有男人的世界。 这些女人为什么能够跟随到这里呢? 是因为她们经历过神。 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她,服侍她。 也可能有在路上被主耶稣医治的人, 包括摩大拉的玛利亚后文告诉我们, 主耶稣在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鬼。 服侍那个词,在马可福音出现了三次。 第一,有天使和动物在旷野里面服侍耶稣。 第二,彼得岳母起来服侍耶稣。 第三就是这里,这个服侍让我们男人再一次羞愧。 我们这些臭男人呢,今天的教会当然好多了。 我们教会,弟兄起来服侍,见证如云。 但是总体上来讲,男人不会服侍教会的。 男人多狂啊,多牛啊。 那么按照马可福音这个笔,男人当然不如使者,男人更动物不如。 女人会服侍神,男人不会。 男人服侍什么呢? 男人去吃和嫖赌,抽。 男人是纯粹是找抽的一些人。 我这样讲,我这段时间经常会想起一些东北的男人。 我很有罪恶感,因为我原来也是那样的男人。 但我就想起那一幕一幕,你看那个中国那个北方那个男人在酒桌上那样。 哎呀,这个人类怎么会诞生出这样一种东西呢? 为了喝一口酒,你看那样。 他们会服侍自己的肚子,但是不会服侍神。 所以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女人在那里观看。 观看和观看,大家想到什么了? 回到夏娃。 他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睁大了明亮的眼睛,现在夏娃们在看。 那么这一幕在说明什么呢? 创世纪二章21节。 亚当沉睡,亚当流血,举出一条肋骨,造出一个女人。 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的死在造就了三倍的夏娃。 至少是这样的吧。 所以圣经说新的女人要从这里面开始了。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那下面,今天到了埋葬这个单元了。 然后上面引用的是跟耶稣同埋葬的经文。 主要指向西里,我们西里是跟主一起埋葬, 然后和他一起复活。 到了晚上,这是预备日,是安息日的前一日。 安息日的前一日。 星期六。 星期五的晚上。 对。 然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亚历马太太约瑟。 我以前讲过亚历马太,我重复一下。 我理解的亚历马太应该是拉玛。 就是,伯利恒的婴孩被屠杀的时候,拉姐在哭, 她的儿女在拉玛传来,拉姐吼啕大哭的声音。 在哭她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那么也许这是有连接的啊。 就是带着那些千千万万的冤魂啊,孤儿啊, 他们来带领他们进入主的复活。 这当然是一个属灵的解释,供参考。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亚历马太进前来, 其实他主要是处于什么呢? 应该不是处于复活的信仰。 他是处于什么? 大家自己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其他的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个亚历马太的约瑟, 有人说他是个财主, 有人说他是一个有尊贵的义士, 有人说他是个义人。 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个打小鬼, 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害怕犹太人就偷偷地做门徒。 这些当然都是真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他出来了,他站起来了。 亚历马太的耶瑟前来是尊贵的义士,他是议长。 美国国会的参议员,等候神国的人,他是个敬钱的人。 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还是那句话大家想想,凭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中间等一下讲,46节。 比拉多给他了他的尸体以后, 约瑟就开始埋葬这个耶稣。 当然你可以想起创世纪最后一张约瑟的坟墓。 然后这里面有五个动词,详细的慢进行的, 让我们看见约瑟怎样仔细的, 把耶稣埋葬在他的坟墓里面。 那么上面和下面约瑟的这些信息, 让我们去思想一下,约瑟是什么人。 我是觉得约瑟在这个地方是最没有理由去做这件事情的。 因为有这么几个原因,他没有必要做这件事情。 第一呢,就是他不是使徒。 使徒都跑了,我干嘛要做这个事情。 第二,现在你做这个事情是成了整个的主流社会的功底, 你可能会得罪比拉多,至少你一定会得罪犹太人的领袖。 我们中国人更明白,你要是埋葬一个敏感人物, 一个政治犯,反革命犯的尸体,那你就是维稳的对象, 这一定是如此的。 第三个,他的代价比别人都大,他很有钱,他又很有权利。 那他凭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他凭什么又很害怕? 最后一个更没有理由的是,耶稣已经死了。 我要他的尸体干什么呢? 也没有什么利益,他是个商人吗? 他要真的复活才可以报答我,还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在这里面你看不见,耶稣对耶稣的复活有信仰,有信心。 我的结论只有一点,因为他是一个公义的人。 而且非常简单的,他是一个有政治公义感的人。 我今天要给大家呈现一个概念,公义首先就是政治公义,不然你就是骗人的。 站在比拉多面前吧。 那么什么叫公义呢?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和你个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仅仅因为他是对的。 仅仅因为你充满了良心,充满了同情。 你觉得耶稣是冤枉的,你愿意在这个时候站在正义的一边吗? 就很简单,这个没有什么深奥的。 就是约瑟这样做,就是出于他从神而来的公义,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 今天的基督教会欣赏这样的一个人吗? 你不要说,哎呀,他因为盼望主复活,所以他这样做,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 他这样做就是因为他有良知嘛,就不用说别的,就这么简单了。 再类比一下,也许这周美国国会会通过《香港人权和自由法案》。 美国人凭什么这么做啊?你不要小人之心,公义。 我们的公义在哪里呢? 44节我们看看这位世界之主的反应吧。 比拉多差异耶稣已经死了,这个翻译有些问题。 就是他怀疑耶稣是不是死了,他想确定耶稣是不是真死了。 然后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得久不久。 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死透了,我才可以把你交给约瑟,万一你突然活过来怎么办。 从百夫长那里得了实行,就把耶稣的使手赐给约瑟。 那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啊, 比拉多就是世界的知主,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 他要确保耶稣必须被杀死。 他是魔鬼的代言人,这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没有悬念。 他是世界知主的权势。 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 他活下来的使命,他在这个政治上的使命,就是要杀人,让别人死。 来保证他的安全,保证政治的安全。 第二,他起初就是说谎的。 为什么说谎? 约瑟说耶稣死了,他不信。 他要问百夫长,然后才能确定。 为什么他不相信别人? 因为他认为别人在说谎。 他为什么认为别人在说谎? 因为他就是个骗子嘛。 骗子永远不相信别人说的是真话。 所以我们说魔鬼起初就是杀人和说谎的。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比拉多是谁, 也再次让我们看见什么世界之主啊, 什么空中掌权者呀? 他借着谁掌权啊? 借着比拉多掌权吗? 那句话,我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政治勇气, 敢站在他的面前叫耶稣的身体。 但是耶稣这个见证给了我们人类一线希望, 就是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的。 他原来是个胆小的人了。 但是只要我们跟耶稣的生命沾上关系, 我们会起来的。 30年了至少,当我们跟香港人接触的时候, 我们觉得全世界香港人是最没有政治公义感的, 吃喝玩乐的地方嘛。 香港人关心政治, 那就像上海人关心政治一样,太可笑了。 但是当你真的跟耶稣相交的时候, 你会活出你自己都想象不到的生命。 约瑟也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这个时候,一句话也不说,你看这个慢镜头, 他在做一件,可能他里面的良心一声都在吹出他去做的一件正确的事。 比拉多之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 这是安息日,这是云月节期间,这是犹太人的国庆节。 国庆节要实现戒严。 就是根据生命计,尸体一定要在大的节气下面拿下来,免得污秽了这个节日。 这可能是这些犹太人,包括比拉多,最后一个国庆节。 对他们的审判现在已经落幕。 好的,我们翻到下面。 过了安息日了,摩大拉的玛利亚。 安息日是星期六下午六点钟就结束了。 所以六点以后,到了星期天,这都不算是安息日了,可以工作了。 所以很有可能呢,就是星期六下午六点之后,这些女人呢,去买了这些香料。 摩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然后七日的第一日的早晨,出太阳的时候,她们来到了坟墓那里。 还是这些女人,再一次地羞辱了我们这些男人。 男人仍然不在场。 一个夜晚,黑夜过去了,我们仍然是胆小鬼。 这些时间的概念告诉我们,但是,耶稣基督所开辟的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正在缓缓地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出现在地平线上。 这些名字有些细微的变化,看讲章吧。 第三节,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的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也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创世纪,雅各到了东方,有块很大很大的石头。 他帮那些女人把石头挪开了。 还记得,这个信息可以平行。 石头代表律法的诠释,代表死亡的诠释。 Anyway,就是神猜浅使者打开了通往死亡的门。 我们不太认为开这个石头的门是为了给耶稣复活打开一个通道, 石头困不住他。 这个门的打开可能是为了让这些女人,约翰福音, 为了让两个使徒能够到空坟墓里面去看。 犹太人到现在为止,到今天为止, 包括所有反对基督教的人, 从来没有办法否认一个复活的见证,就是空坟墓。 这个空坟墓是真的。 这个没有办法否认。 所以空坟墓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一个铁一般的物证。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 就剩惊恐,惊恐。 福音书对这个坟墓里面这位使者的说法不一样, 这没有关系,没有矛盾,侧重点不同。 只有马可福音强调他是个少年人, 这个少年人在马可福音出现了两次,另外一次是那个裸奔。 我觉得这是有意安排的。 裸奔的少年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白衣使者, 他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 你可以从一个胆小如鼠的青年变成一个香港的青年。 惊恐,少年人对他说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了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了,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彼得得到了一个强调, 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 我们的主知道我们这点出息,一定要回到原点, 要去迎接他。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 然后我们看上文呼应的第九节, 我把它放到这里,这个单元里。 第一日早晨,耶稣复活了,先向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 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我强调几个问题吧。 我把前面的那个经文拉到这里来了, 就上文,就玛利亚太约瑟,尊贵的意识也是等候神国的。 他放胆,记住那个词,放胆去见彼拉多求耶稣的身体。 然后这里面第八节,这是男人,男人要放胆,女人就害怕。 按照我们说的传统对马可福音的理解,到第八节就结束了。 马可福音结束的词是害怕。 但是你要不了解交叉结构,你就觉得这个结局太突厚了。 但是你要理解交叉结构,你会发现信息的重点不在最后, 而在中间,对吗? 那中间是哪里呢? 15章43节,约瑟害怕,放胆就是害怕。 约翰福音说的更清楚。 然后呢,女人害怕。 那么怎么能不怕呢?少年人说不要害怕。 懂了吗? 不要害怕,男人害怕,女人害怕,不要害怕。 上面是男人害怕,下面是女人害怕,中间是神的使者说不要害怕。 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常识。 所谓上帝造人, 就是把害怕的人变成不害怕的人。 亚当下巴犯罪第一个反应是因为就怕了。 还记得吗?就怕了。 恐惧,尤其是政治恐惧和死亡恐惧,彻底摧毁了教会的品质和神在我们人身上的形象。 上帝要从造人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人的恐惧。 除去男人的恐惧,男人才能够成为男人。 除去女人的恐惧,女人才能成为女人。 女人为什么要当女强人? 我告诉大家,归根结底是对生活的恐惧。 这个道理真的很深刻。 男人为什么离十字架现场那么远,政治恐惧。 当然现在这个鸡汤教给他们喂养了很多鸦片,开篇我已经讲了, 这个鸡汤教为他们的恐惧编织到越来越花哨的属天的理由。 我们不要再那样自欺欺人,恐惧必须被医治,那是新生命的开端。 但是什么才能让我们脱离恐惧呢? 只有一个复活,他已经复活了。 不信复活,我们永远是匍匐在地上的爬行类。 只要相信佛,我们就站起来行走。 这就是复活给我们整个人类最伟大的祝福。 这个祝福本来应该从教会开始,结果从香港开始了, 再一次成为整个基督教的羞辱。 你有什么资格责备香港人信仰不够存证, 你把你存证的关于复活的见证拿出来看。 但是女人毕竟是女人,也是害怕。 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这是什么意思啊? 主耶稣先告诉他们去传案,去告诉我们门徒和彼得, 结果呢,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人。 很多这个支持女牧师的人愿意引用诗篇一解经文,是吧? 看哪,报好消息的妇女一大群。 哎呀,这些人怎么办呢? 就是为了那口吃的,就是说谎。 你哪里看见报好消息的妇女一大群啊? 那里讲的不是这里,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最后报好消息的只有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凭什么报好消息? 两个原因,耶稣再一次向她显现。 然后呢,她自己曾经经历过耶稣在她身上的救恩。 这么多女人,最后只有一位摩大拉的玛利亚起来去传信。 她之所以去传信,不是出于她自己, 乃是出于神借着圣道和圣理向她的显现, 出于她自己也经历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越深地经历神, 越深地经历基督的救恩,我们越可能胜过恐惧。 好的,我们看后面。 单数的她去告诉那些向来跟随耶稣的人, 那就是指那些门徒。 十一使徒吧,那时他们正在哀痛哭泣。 哎呀,这个男人在哭啊。 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 所以大家知道,我已经强调过这里啊, 马可福音里的这个十一个使徒,十二个使徒, 是最不堪的一些男人,从头到尾。 但是这些极其极其不堪的男人, 被女人,被外邦人,被小孩子羞辱的这些十一个懦夫, 预备着人类历史全新的开端,他们会成为真正的男人。 这种翻转,你要是马可福音最后这十六章, 你要不放在那里,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我的观点,我是珍惜马可福音最后这段经文的,原因就像。 其实啊,真是很奇怪,你知道吗? 基督教都认为生命记三十四章是应该加到生命记里的,知道吗? 但是生命记三十四章不可能是摩西写的,一定是后来添上去的。 为什么? 因为三十四章讲,摩西死了,耶稣就接待他,摩西不能死了以后再来写嘛。 那道理是一样的呀,那这个后来添加上去的,你凭什么把它拿掉呢? 圣灵会借着不同的人完成一卷书,有什么不可以呀? 而且这卷书非常重要。 十二节,这时以后,马利亚已经跟他们说了,还是不信,然后有两个人往乡下去。 路加福音讲得非常充分,就是一马五四路上的故事。 我们不展开讲了,为什么两个人走啊? 为什么两家人离开啊?商量好的吗? 为什么商量好呢? 这个懦夫啊,这个胆小鬼啊,逃跑都得找人结伴,真丢人哪。 耶稣去找他们,怎么找啊? 大家回去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又把他们找回来了。 但是,告诉其他门徒还是不信,这是第二场不信了,第三场。 十一个门徒坐起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显现,他们还是不信。 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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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信。 哎,为啥不信? 复活呀,若非圣灵的感动,我们没办法相信复活这个真理。 当然还有政治恐惧。 当然这三度不信,再一次后面形成张力。 就是这些小信的人,这些懦夫,怎么会成为人类教会历史的开端呢? 这些就是神的大能。 翻到下面,他又对他们说,这就是他升天之前赋予教会的一个大使命。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写在那里了,所有受造之物。 他又对他们说,这是神跟我们讲的,这是他的命令。 命令干什么呢? 第一,第一就是神的命令。 第二,给谁的命令? 给男人的命令,女人不在了。 给他们的命令。 这个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隐退了。 我们再一次感动,这些女人真的重生了。 你能想象,今天这些女人得多得瑟吗? 我比你们勇敢呢。 耶稣钉此字架的时候,你在哪儿? 耶稣埋葬的时候,你在哪儿? 耶稣复活的时候,你在哪儿? 这个转折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就这一刻夏娃彻底的痊愈了。 真是太伟大了。 我这样讲,不是指教会没有女性,没有姐妹,他们很重要。 我这样讲,再告诉大家,接下来,上帝要拆检这些使徒干什么? 要进入我们无法想象的残酷的战争。 战争要女人走开。 所以他们说,第三,去哪里啊? 往普天下去,你不是要上西天吗? 上帝要到天下去,你一定要上天哪。 你想那是属天上的事啊。 圣经真的是很清楚很清楚,你得去世纪啊。 那普天下去,去干什么? 什么人没有啊? 什么人你能绕开啊? 普天下包不包个香港? 包不包个中国呀? 包不包个中南海呀? 哎呀,我们可不要那样好恶心,我们很清高嘛。 不信,不信,不信,真理这么清楚,往普天下去。 我再说一遍啊,往普天下去,不是往普天上去。 第三个真理,第四个真理,去干什么呀? 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去搞政治,不是去搞经济,不是去行神迹,传福音。 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啊。 这是第四个真理,第五个真理,跟谁传福音啊? 所有的人们,包括进行会反对的婴孩。 婴孩是不是受造之物啊? 你说,孩子们不是受造的。 那孩子们是怎么出来的? 嗯,不理解,不理解。 这是圣道吧,十六节是圣礼了。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这里面我强调一个希伯来文的修词。 第二句话可以这样来翻译,就不信不受洗的必被定罪。 这种修词方法是因为的节约,就是上一句和下一句, 有的时候它会省略上一句的某些话。 但是它讲的是一个含义。 不存在信而不受洗的,这是我们讲的真理的常识。 信而受洗是一回事。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一直信,并且受洗。 没有任何问题。 谁信而受洗的,饭受造的,包不包过孩子啊? 所以我说,改革宗啊,现在进行会啊,讨厌死这段经文了。 直接打脸,啪啪啪的打脸。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而受洗的必被定罪。 这个婴孩洗礼的道理我们讲的太多了。 什么时候设立的洗礼啊? 复活之后,生天之前,你不要再拿主耶稣复活之前的那些事。 有些人没受洗也得救了,那个你去找上帝算账。 现在主复活之后,生天之前,就要向普天下的人设立了信而受洗, 必然得救的真理,你服不服吧? 不服也得服嘛,它就是这么规定的呀。 你干嘛要跟上帝降嘴呢?你顺服就完了。 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心方言,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 这段经文我要特别的展开来讲。 灵人派喜欢这个,我们今天要把它讲清楚一点。 圣道、圣礼、圣徒要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 然后主升天。 字有点小,就是大家搜索这些经文,看我的讲章。 升天是什么意思? 主耶稣升天有两大真理。 第一,他要回来审判世界。 第二呢,他升上去要把圣灵拆下来,与我们同在。 第三个还有真理。 他升上去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只有一位掌权者。 只有一位真正的掌权者。 因为圣经那些经文反反复复地说, 现在万有的福在他的脚下, 只认得掌权的所有所有所有的那些权柄, 全部在他面前屈膝,无不成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只有基督是真正的最大的掌权者, 因为他升天的缘故,正在万有之上, 坐在上天的福上帝的右边。 然后门徒出去传福音,主于他们通工, 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 这个是前后呼应的。 我重点讲一讲这段经文。 什么叫神迹? 什么叫遗志? 什么叫方言? 好的,翻到下面。 我们先看第一句话。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我们今天借着这句话, 在一次彻底的颠覆和终结。 基督教的胡言乱语和颠倒黑白和他们的无耻。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根据这节经文啊, 这个神迹是信徒当中个别人才有的特权。 他们专有的属灵表演的项目, 他们专有的属灵的优势, 还是所有的基督都有的? 所有的都有嘛。 那现在这个基督教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 那些行神迹的高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呀? 那除非就是圣经其他的信息说的, 在末世到来的时候, 有那些魔鬼之子也行大神迹、大骑士, 连选民都迷惑了。 但是按照主耶稣基督这里的应许, 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平等的。 接下来要讲的所有的神迹,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经历的。 你要不经历,你不是基督徒吗? 我们都会经历的,天天经历。 我每天都经历这些神迹,你知道吗? 你也一样耶。 自从你现受洗以后, 所有的这些神迹都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如果不是这样的, 耶稣就在撒谎。 这句话的第二个问题啊, 跟随。 跟随是什么意思啊? 先传道才有神迹。 两次说跟随他们, 就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够预先预定好会有什么神迹。 你讲到脚道,然后神迹就会跟随上来, 跟随,跟随,follow,follow过来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那些什么神迹大会, 医治大会都是骗子。 你凭什么, 徐徐我要开一个医治大会。 你怎么确定那个时候会有神迹呢? 你怎么知道的吧? 你怎么确定的呀? 你跟圣灵开了会了, 晚上七点钟, 在蒙特利尔开一个医治大会。 圣灵说好, 你放心, 那个时候我一定到。 些白类。 他们怎么信的呢? 圣灵你们家养活的。 现在这个基督教不都讲这一套吗? 从什么宋上节到现在, 跟真的似的。 无法理解。 好吧, 这个问题也许你们不能反对。 对啊,这个经文就是这么解释啊, 你给我找出个别的解释来。 后面啊, 那什么神迹呢? 我们看啊,真是。 马可福音啊, 最后这段经文太美好了啊, 对我们这个基督徒啊, 信心的建造和祝福, 对教会的祝福太大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神迹分成三块啊, 第一块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前面有一个传福音, 我其实应该把它拿下来啊, 我重新调整一下啊, 翻到上面去那个, 我们还有时间啊,好的。 我们看, 嗯, 这一段啊, 这是第一大段, 这是个前提, 神迹的前提, 传福音, 圣道和圣礼。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新的世代到了啊, 我们的教会和基督徒要为主做见证。 我们和这个世界开始有一个, 有两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是什么? 我们告别了杀人, 第二个区别, 我们告别了说谎。 我们靠什么告别了魔鬼的杀人和说谎的两个品质呢? 靠福音。 福音的第一个意思不在杀人, 福音的第二个意思不在撒谎,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用福音征服世界或者进入世界, 就等于说我们用话语的方式, 取代了刀兵的方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主是个和平的救主啊, 他说你们去传福音, 你们讲话, 你们说话, 你们用真理, 用福音用道, 取代刀兵, 取代实力, 取代拳头, 类似香港的合理非吧, 你不就是军队吗? 警察吗? 镇压吗? 开枪吗? 我们现在面对你的不是这一套, 我们就是说话, 讲道理, 这说的很简单了, 知道吗? 所以第一点啊, 就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 靠福音的第一点, 用话语取代杀人, 第二,用福音取代谎言, 福音是什么? 是真理吗? 真理就是诚实的话, 所以福音是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是我们用告别魔鬼的两大品质的第一步, 用话语取代刀兵, 用真理取代谎言, 我希望大家能听明白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福音, 胜过魔鬼, 第二个问题放到下面来, 我把这两块放到一起算了啊, 这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那么这句话可以交叉结构, 说心方言在中间, 上面是赶鬼, 下面是拿蛇。 我们前面谈到了, 我们要用福音取代胜过魔鬼的两大诠释, 杀人和说谎。 那么现在这句话, 是对前面那句话的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我们要接着说心方言, 赶鬼, 接着说心方言, 拿蛇, 胜过毒物。 那么我的结论很简单, 这个心方言就是前面的福音, 在马可福音尤其明显, 这是什么新道理呀? 新的话语体系, 全是所未有全新的话语。 这个方言, 这个赶鬼, 这个拿蛇, 这个胜过毒物, 是每一个说心方言的人都会经历的神迹。 关于心方言的问题, 我最后讲啊, 我现在讲鬼和蛇的问题。 奉我的名赶鬼, 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再能让女人走开。 教会进入这个世界, 首先面对的就是站在世界之主的面前, 一场无法推诿的属灵的战争。 必须这样做, 这是主动的打击, 主耶稣为什么进入耶路撒冷, 为什么在西里大祭寺比拉多的面前? 因为他要赶鬼。 马可福音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都谈到了赶鬼,赶鬼,赶鬼。 试探里面面对鬼, 驱赶了很多很多的乌鬼, 结束的时候赶鬼拿蛇。 对吗? 那问题在这里, 鬼在哪儿啊? 鬼在这里, 鬼就是蛇。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圣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奥秘, 就是已经结晶了。 这个没有什么, 你一定要把它解释成为一个生物学的现象, 你是根本不懂神学。 那生物学的现象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啊? 哎呦,昨天出去浇游了, 我碰见一只蛇没有咬到我。 哎呦,你还不懂什么叫神学。 我这次在泰国还跟他们开玩笑。 这个牧师好勇敢哦, 这个祖庭带领我们出去,抓了一只蛇, 还有很多蜈蚣,还有毒蜘蛛。 蛇是什么呀?蛇就是魔鬼嘛, 那词都是一样的,整个圣经查遍了, 就是试探亚当夏娃那个蛇。 启示录结束说那个大龙就是那个蛊。 当然,因应在保罗,咱们在马尔他岛上抓蛇。 它既是一个事实,也是有属灵的教导的, 教导的,就是魔鬼的差异。 那魔鬼的差异在哪里?还是这个词。 主耶稣和施洗约翰都讲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 空中掌权者啊,属灵的战争啊。 那魔鬼总会借着毒蛇的种类跟你交锋嘛。 所以我说这个基督教你怎么信的呀? 你怎么征战呢? 我们里面有毒蛇,是的,要攻克己身啊。 但是施洗约翰,特别我们的主耶稣, 两次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就是这个词嘛。 毒物,翻译错了,致死的物。 毒蛇拿什么来跟我们征战?死亡恐惧吗? 要你死吗?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唯有靠着耶稣的复活才能胜过毒蛇的种类。 再说香港好不好啊?不要烦啊。 他们现在怎么消灭香港吗?死亡恐惧吗? 你再闹下去,我弄死你们。 不就是这么简单了吗?毒蛇的种类要弄死他们吗? 但神给他的儿女,给我们比给香港人更大的权柄嘛, 那就是我们可以胜过这些毒蛇的种类。 我们靠着复活会胜过死亡的恐惧的威胁。 这不是什么属灵特权,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呀。 是不是这样啊? 谁没经历过,每天不经历吗? 为什么基督教一定把他弄出一些属灵的高人, 他们才有这种特权?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一节经文,是为了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第三个问题我要强调,不要把教会变成医院。 有病吃药,该打打,该打针打针。 我特别不喜欢像打羽包圣这些人,唱着属灵的高调, 我认为他们是骗子。 在这个问题上是骗子,这话有点重了。 因为他们每次会常常的,灵魂派的更是这样子。 就是现在这个教会呀,不行了,衰败了。 你什么时候能像初代教会一样, 你看人家使徒们按手,然后什么, 瞎子眼睛就睁开,然后这个这个, 摊子跳起来就跑。 我为什么说他们是骗子? 就是你也做不到,你不要拿这一套来吓唬人,好不好? 圣经讲这个根本的原因不在这里。 最简单医治的神迹,我们当然生命会祷告, 神在万事上掌权吧,求神怜悯,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这种生老病死,最后真的是小事情。 病了,治好了,怎么样啊?你怕得死吗? 这还用我讲吗?基督教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基督教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我讲过好多使徒有病治不好的,我不再重复了。 真正要讲的,就是这个病人本身指的就是软弱的人,可怜的人。 手按病人有两个意思。 第一,他是根本有病,你必须在他身上行使基督的权柄。 病人就是罪人了。 第二个,我觉得是指的是怜悯,你要去帮助,扶助那些软弱的人。 教会真正的去爱他们,奉主的名去帮助他们,他们就会起来。 这没有什么奥秘啊。 这是个普天下基督教最简单的真理,就是爱和公义嘛。 为什么要守按病人,爱他吗? 为什么要守按病人,行公义吗? 为什么要让女人走开? 因为遇到这些根本有病的人,女人搞不定嘛。 有什么难解的吗?没有难解的呀。 病人是软弱的人。 现在我们说的新方言,新方言就是我们要现在在基督里面操持一种全新的话语系统。 这种话语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讲过的。 好的,我们翻到下面,看我这样解释方言有没有圣经根据。 我把新约圣经所有的方言都请来了,都在这儿了。 容易引起争辩的是哥林多前后书,我不说它了,自己去看。 除了哥林多前后书支持林恩派讲的方言以外, 新约圣经所有的这个方言这个词都和林恩派讲的方言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所信的圣经是,它是同一位作者叫圣灵写的,他不会违背自己。 他讲的方言一定是同一个意思。 哥林多前后书以后我们会细讲,我这里把哥林多前后书其他地方出现的方言都写在这里了, 应该是没有遗漏。 在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出现了三次,路加福音出现了两次, 使徒行传出现了一次,使徒书信出现在这里,启示录出现了非常多。 所有这些方言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地方话。 地方的话语,特别在启示录,你要去读启示录,你会更加的震撼。 奈米的方言这个词还不是翻译方言,你们记得有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还记得吗? 都是这样子的,反复的出现。 说到了末世的时候,福天下的各民各国各方各族的人都要来赞美神,或者都要受上帝的审判。 那里面翻译成的各方,就是这个词。 那这个在整个圣经当中有什么结构性的意义? 我写在上面了,从巴别塔到五旬集,人类犯罪巴别塔,人类的语言被分成方言,就是地方话。 谁也听不懂谁的。 那么什么时候结束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使徒就说起别国的话了。 他不仅仅是说别国的话,而且是用各种语言,用汉语,用英语,用法语,用希腊语,用希伯来语言,用朝鲜语,用越南语,用古巴语,来说,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很难解释吗? 这不是常识吗? 现在普天下,多少个民族,多少种方言,都在讲一切的事实, 那就是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 好吧,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神迹。 这里面讲所有的神迹,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生活的常识。 我今天在讲的这些是不是这段经文最简单的道理? 是谁把神的旨意搞得暧昧不明,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变成了撒旦的深奥之礼。 感谢神记着马可福音带领我们进一步的接近圣经,最后我们做点结论吧。 马可福音最后这段经文讲的是上帝在基督里面重新造男造女。 然后告诉我们,耶稣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 新的男人和女人实际上是新的是义人。 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重新去思想什么叫阴性称义,或者什么叫义人。 那里面有三个女性,她们阴性称义了。 这里面有三个男人,我谈到了彼得、西门和约瑟,男人阴性称义了。 放在下面,到底什么是阴性称义呢? 我坦率的跟大家讲,这个标题我擦了三四次,我后来还是恢复了。 我本来写了两个字叫公义,然后又写了三个字叫行公义,最后写了四个字叫丙行公义,素行公义,实行公义。 我不敢,我怕再得罪人,我们教会的人都跑光了。 后来我想算了,我还是把它恢复吧,还是政治公义。 公义就是政治公义,或者首先是政治公义。 大家觉不觉得现在这个牧师多可怜啊? 写两个政治两个字都颤抖啊,怕人家又生气啊。 哎,可怜的基督教。 信什么被称义呢? 亚伯拉罕的义,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 你要回到语境当中去,15章第6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什么意思啊? 四王五王征战,拯救罗德。 神在15章1节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怕。 我想说什么啊? 无论是因为你阴性称义,还是因为你称义之后你活出神的公义, 这个公义,这个义,不可回避的一个道理,就是政治社会的公义。 我今天给所有的,听我讲到的弟兄姊妹,不止一个作业, 你要愿意的话,你只看何可本圣经就可以, 你把圣经旧约和信约所有的公义这个词搜索出来,把它打印出来, 你从到尾读一遍,你就彻底从基督教里出来了。 你会发现你以前讲的基督教在核心的真理都讲错了,都讲偏了, 我们在讲魔鬼的道理。 你会得出一个更简单的结论,所有反对政治, 反对政治公义的人都是撒旦教,因为他们跟世界之主是一伙的。 第二,不行政治公义的人都是魔鬼的儿女。 有没有圣经根据我都写在那里了? 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因信得生。 先有义人,再有信,再得生。 义人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经文说,犯行公义之人都是神所生的。 没有不关心政治你拿来的公义呢? 你告诉我公义从哪里来? 什么是公义? 就是赤乔宁说你在那孤儿寡妇那一边吗? 为什么关心香港吗? 因为有人要强奸他们吗? 抢了他们的家园吗? 向他们撒谎吗? 爱国。 我们的国是天国。 我们不要有自己含照亮,有一点含照亮就觉得自己是什么人了。 我们真的得顺服神的公义。 这是我们的本分。 第三点就是圣经还有经文说,不行公义的人是魔鬼的儿女。 说得很坚决,这不是旧约,这是新约。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啊,我们靠的是什么? 既然你已经因信称义,那你就活出义了。 而这个义本身就包含着公义,就是政治公义。 不要天天把你那个天地变成裤裆那么大,不要天天又于什么肉身成道的妄想。 我们在这个地上要活出神的公义来,要为这个公义做见证,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第四点,神最后审判的天下就是按公义审判,有两个意思。 第一,祂是最公义的,祂的审判是公义的。 第二,祂根据你是否行公义审判你。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啊? 我希望我们最终最终都能从鸡汤教出来进入神的国。 感谢神,我们马可福音讲完了,我们即将从马可福音进入到雅各书。 马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鸡汤教。 我们坚决地把政治信息纳入了福音范畴,目的就是宣告耶稣基督是王。 祂是万王之王,我们是真的认为祂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为什么我们马可福音开篇的那个歌是King of Kings,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 你现在明白了,我开始就立志这么讲,我知道会有撕裂。 上世纪因亚当第一人的问题,我们撕裂了一些,有了一些撕裂。 马可福音因为讲政治的问题,我们经历了第二场撕裂。 我们没做错什么,感谢神,做错的是他们。 我们没讲错什么,讲错的是他们。 我们会坚持这样讲下去。 到了雅各书,我们会进一步地归正路德宗。 无论是我们才是路德宗,和人家才是路德宗,都不在话下。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雅各书是路德教会不可能讲的。 我们讲,好像大讲,特讲,天天讲,讲雅各书。 雅各书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你要活出神的公义来。 所以愿意神加倍于我们同在,让我们继续按照这样的真理去讲道。 这样的真理是什么呢? 它不仅是给我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 在如此艰难的日子里面,如此喜乐平安的日子里面,你们一直与我同在。 一直服侍我们这小小的教会。 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所经历的都不是突然的。 我们一起经历了神怎样将得救的人天天地加给我们。 神的国会继续在这个世代去扩张。 因为他这样来教导传道人,也教导每一位基督徒说, 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加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 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 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 我已沉迷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 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 愿主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用马可福音来带领的造就你的教会。 愿主你的恩典,你的诚实,你的公义, 加倍成为我们的祝福和我们的见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 谢谢。 谢谢。